我做完我可能就要飞去另一个地方 如果我中间刚好没有油的话 这样我就会变成很麻烦 如果我们讲到马来西亚市场 讲到这个 Hybrid 的话 可能还是会有很多人担心啊 就是省的钱不够换电池啊等等等等 可是实际上呢 目前马来西亚市场 这个 Hybrid 车款的销售成绩 是比 EV 还更好的 那么我嘴巴讲是没有用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来一个 Hybrid 的车主 而且他是一个很 Heavy 的 User 来的 所以我相信他讲的东西 应该可以帮助到那些正在考虑 要买 Hybrid 车款的朋友 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个帅哥 来自我介绍一下 哈啰 大家好我是 Leonard 我是一个 Production House 的 Director 然后是摄影师 然后每天就是要跑上跑下是不是 对 我比较长期跑外波跟 像上云顶啊 JB 啊 Eppo 啊 我都经常跑去 因为 Wedding 啊或是 Event 都有 这样子你有没有算过你平均一个月会跑到 OKM 我驾了一年半左右的车我已经跑了接近四十多千 一年半四十多千 对 我已经差不多四十二千 如果没错的话 我的车 我的车两年我才跑十七千 所以我跑很 Heavy 所以算 Heavy 又是 OK 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什么原因让你去考虑这个 Honda City Hybrid 的吗 其实我一开始去买 City 的时候我不懂 Hybrid 的 我认真讲我不懂 Hybrid 的 我就想到我要买 Gospat RS 因为它的 Bodykit 很帅 可是那个人跟我讲这个不是普通的 1.5na 这个是 Hybrid 我想说没有试过 Hybrid 试试看哦 就上车架了 一踩油那一刻因为它刚好是 EV 模式 一踩油那个贴背感一给我说我就 哦 这个是 EV 然后 进 parking 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屌 很安静 对 我就 Hoke 到了 我就想说 OK 我决定就直接拿 Hybrid 就好了 这样子你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之前驾的是什么车吗 我之前我讲了我只驾过两辆车 一个是 Canary 还要是手压的 然后后来就换了 1.5 的 Myvi Advanced 然后才到现在 City 嗯 所以你的这三辆车 你 我不想讲 Canary 啦 就是你跟 Myvi 还有这一个 City 对比的话 你觉得最直接的感受差别在哪里 呃 一是 User Experience 因为整辆车大了嘛 舒服了 Comfort 了 二是省油 真的很省 因为我 Myvi 平均一桶油可能 50-55 左右 我大概只能驾 Maximum 400 出一点 可能我交问题啦 OK 嗯 呃 现在 Hybrid 这辆车我就可以大概 70 我大概驾到去 800 到 900 就是 70L 800 到 900 km 呃 70 块的 哦 70 块我打到大概 马纳 70 块 我大概可以 800 到 900 直接跑 嗯 so 真的超级省油 而且 Costing 省回啦 因为我跑外拨多嘛 嗯 就是一直跑 因为如果可能你驾普通的车 可能一个月油钱之前可能是 1000-1200 现在可能是 700-800 我现在 Average 大概是一个星期打一次油 一个星期打一次油 70 块 就是 70-28 一个月才 200B 大概 300 多啦 这样 300 多 OK 算它 350 啦 这样 Before that 呢 大概有 500 500 就是省回百多块这样子啦 这样对于你整个你的运作成本来讲 还会降低一点啦 呃 Costing 看起来低了咯 因为呃 我油费低了嘛 but 除非它起价啦 起价你还是省呢 啊 就是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想法就是 只要它的那个 subsidize 拿走 嗯 我的车应该就算是赚回了 这样子你在买 City Hatchback 之前 你有去考虑过什么车吗 我考虑那时候要出的 Vios 跟 X70 因为那两车 room 了很久了嘛 Vios 我懂是来了的 因为泰国出了 X70 就想看一下它什么样子 but 我是在去年年头一月试车 我那时候试了 City Hatchback 先 然后另外两两还没有出 然后到六五月这样子左右 我的 Salesman 就扣过来讲 诶 有车你要不要 我就讲 它是 Before Facelift 所以它有 Promotion 了 都大概几千块了 对 去年差不多要 Facelift 了 那个时候 对 那时候我想说 其实本来我就是 Aim 着 Facelift 过后才买的 因为我想要 Stop & Go 啊 然后 Apple CarPlay 啊 之类的 拿完它 后来想说 算了啦 它有扣过 我就直接拿 而且因为刚好有 Ready Stock 我不用等 因为 Salesman 给我的感觉是 Average 等车大概要 三到六个月 如果是新车 它可能更久 所以我想说 我直接拿 but 后来我回去试 try Vios 也好 X70 也好 我还是觉得 还好我是提前拿了 City 的 对 因为 另外两两车也没有 Hybrid 选择 嗯 这样子的话 那时候你讲 它给你折扣 它扣多少钱给你 它大概扣了 5 钱 那时候我买车是大价啦 108 钱 它大概扣了 5 钱 然后再送一点 那种 Basic 系列的东西 然后它 然后我拿到的车 因为我卖车 我去 EMA 我去 EMA 我还拿回一点钱 嗯 我就直接 我基本上是没有给过钱 没有给过钱 就是直接拿车 保险那种全部扣完了 对 扣完了 我差一点题外话 刚才你有讲到 你是这个 Production House Director 这样子 你接一分 讲一下你有什么顾客吗 就是找你合作的对象 我其实是拍网红起家的 就是 Mary 如果我们可以叫 Music Girl 的话 Music Girl 啊 Mary 然后 Music Girl 我懂 Music Girl 有个是我朋友 哈哈哈哈 我应该懂是谁 然后 Gladish 啊 小爱 都是 Miss 啊 都是我的 Potential Client 就是我的 Client 你讲的小爱是韩小爱吗 对 是韩小爱 没有错 so 而且他们的东西 其实蛮考我们的翻译能力的 因为它比一般 Provision 简单 可是比较多是跑创意跟如何减的话 所有的 Process 就好像 所以有时候我车会塞很多东西 因为我不懂我今天的拍摄会不会用到 滴滴打扰的东西 所以对你讲你买车的一个其中一个考虑的点就是 那个空间表现够不够用 对 但是有少少后悔是因为 Hybrid 多了电池 我的本来 Jet高一点才压到那个空间 因为它本来是 500 多Lit 然后现在是好像是 440 多 440 多吧 我就去扫揽一点点 有时候你就是刚好我的行李 或者进去的时候我就只能这样子翻 可是用了下来过我就觉得 最起码那个电池是帮我省下那笔钱 这样子的话你讲你一年半你跑了 4 万多 km 这样子你应该有找到这辆车的一些优点跟缺点 这样你建议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找到的优点跟缺点吗 就是可能你自己的偏好啦 我个人最喜欢的东西还是 它是一个派来的 就是我很喜欢在上车 Start 了车后出 Parking 那段时间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纯 EV 的那种感觉 它是进到一个程度我会怀疑我真的没有 Start Engine 就好像我第一次买完车上车开车的时候 我在思考我是 Start 了车 因为灯亮完了可是它没有声音 我就想说很奇怪 可是它感觉你用久了过就很享受很舒服 因为尤其是晚上你出 Parking 场的时候 它整个它就是有那种电机的声音 对电机的声音跑回来就觉得 我真的才算很 Premium 这样 但当它 Engine Kick in 的时候你就会回去上车 这个还是一辆普通车啦 OK 然后如果你问我真正有什么不喜欢 或者是问题的话 可能真的就是所谓的 Battery 起了过后 我少了的空间表现罢了 就是它吃到空间表现罢了 对 因为其他东西我还蛮 Perfect 我觉得 好像很多我们有 Honda 群嘛 很多人会讲 Sterak 有问题 Honda 祖传 Sterak 我嫁了这样子 你嫁了四万多你有中过吗 没有 我 Sterak 没有中过任何问题 它出了啦 OK 就是真的 那个是墨啊 OK 它出了 就是整个 Sterak 没有出过问题 也没有响 我唯一有想过就是 Gearbox 那边嘛 它会有咔咔咔咔的一点点 就是那个塑胶膜的声音 对应该是 可是我拿回去 Service Center 我跟它讲了过 它讲它看了没有问题 然后我抽出来就没有声音了 可能有时候只是装不好 它拆出来装回去就没有事了 因为我之前我的 Henshi Arby 也试过 我出车的时候 我的 Aircon 转的那边有声音 然后我去换唱机的时候 他们要踩那边嘛 然后转回去就没有声音到现在 我是蛮感谢 就是我蛮开心的 就是我没有中过任何问题 也没有修过什么大 issue 唯一可能是有时候 回去 Service 的时候就觉得 那价价是有点高 其实 Service 的话 有很多东西其实你是可以不要的 我 因为我还不是很熟 Service 的话 就是有时候我一看回去 Group 大家讲 这个可以拿掉 Casket 啊 那些什么 黑油精啊 对对对 然后 Alignment Balancing 啊 其实有一些东西我是可以拿掉的 可是它会跟我讲 Balancing 哦 你每20千一定要做一次 我刚才讲我在外面做了哦 对对对 你在外面做了我也可以不要 你可以坚持不要的 可以坚持不要的 可以坚持不要的 就跟他讲你要做 因为有一次我很够例是 我不懂上一次大概三四千的时候我会去 Service 因为我是早上很早的 前一天不懂做到三四点 然后我的 Balking 在九点 我就去到 Balancing 他给我一看那个 Evo 八百多块我杀了 我心里的 什么东西八百多块 我讲这个不要这个不要 到后面五百出一点 我觉得可以 你就 proceed 是是 很多东西是可以不要的 当然有时候我自己 如果自己 Service 的话 黑油我会选好的啦 然后所以就可能会比较贵 所以不过这个是看自己的 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讲好的黑油 他们原厂黑油 应该我觉得应该也是四个Lit 也是百多两百块 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个也是可以用的 其实因为原厂给你的东西 不可能给到你不可以用的东西嘛 当然如果我讲对你的车 好点你用好的黑油 那个也是可以接受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看个人的 如果除了 Hybrid 以外 这辆车的这一个空间 你刚才有讲到啦 就是它的动力啊 然后它的这一个操控啊 还是它的配备的部分 你有什么comment吗 我 可能我会想要有 1.8 的 Hybrid 就是 Civic 那一辆的 那个是 2.0 的 就是更有力 而且它的 EV kick in 的时间比较久 而且它的电池够大 对 它会让我觉得 因为我试驾过 Civic嘛 RX 的时候 我就试驾过 会觉得它的 EV 会让我有时候真的会 它会可以一直持续 EV 我的不会 我的因为可能真的很小 电池比较小 我会开那个 Option 看那个电池 我会有那个 Phobia 看到那个电池进多少 它很快玩的 对 我就手游 它会让我很自动的不想 不想拉油 对 我会全程可能就加 80 到 100 亿 我现在因为我以前 以前加 Myvi 嘛 我就习惯了就是 噢 它很想要去 对 可以往下去 现在就变成我可能真的是会控制我自己 我会看这个 Meter 我到第二格 OK 我就收回油 给它 balance 在那边 我就一直跑 but that keep 着 因为我不想 我不想让电池声音不见了 不见了 我不想让那个电池声音 对 那个 Engine kick in 的时候我就觉得 啊 少了一点 but 我很 surprise 的事 是它有时候 Engine kick in 的时候 我是 feel 不到了 它会真的很点的 kick in 然后我就一直走 然后一 kick 回去 直到我真的是可能要割车啊 踩带油啊 踩带油说 Engine kick in 还要立吗 对 那一段时间你才 feel 噢 OK Engine 声音来了 所以其他东西我还没有很 specific的问题 出现 或者说没有很不喜欢的东西 这样 Handling 给你满意吗 过可能 过可能会有一点不粘手 就是我们就像我驾过 Hatchback 吧 Hatchback 版就是你跟着贴 很灵活 它会跟死到啊 因为它屁股重嘛 你在过弯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重量甩去后面 所以你需要做点修正 尤其是我车后面是中国前面的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那种新人车啊 好像那种什么 Gi Yaris Gi Corolla Type R 全部都是 Hatchback 就是因为它多了一个屁股 它会影响到车辆的车身动态 因为我后面转器踩 我会跟踪 对对你跟踪 所以我会有时候觉得 哇 这辆车有时候 摆来摆去 我会摆不完回来 就只有那个Handling 可能 影响到一点 驾驶不舒服 然后你后面有载人是意思 会载人 就是好像因为我们 Production 有时候就是 OK 我可能有个别的 Assistant 后面有时候可能载多一个 Gef 的灯光师 或者是其他的 Talent 之类的 所以我最少 有时候是车是三个人 加整车的东西 叫 Homemade Equipment 它就很重 这样也是会 因为车重的话 也是会影响到车辆的操控标签 可以这样我还有一个 很好奇的点啊 你刚才讲你很喜欢 天哪个电机的声音啊 怎么不考虑买电车 OK 我做 Condor 的 可是我的 Condor 很幸运 是有 Charging Plug 的 它有三个 它现在加减多三个 六个 but 我没有办法在 好像我接到 Job 我马上出门 我就可以 可能有可能 below 50% 我现在要下 Bitlang 我就可以直接去打油 三分钟我就可以接下了 我加 EV 我不能 我必须先 Blend 好 OK 我到可能半路要充电 过宜宝 Parag 的时候 我就先去充电 可能充个两个钟给他 Fast Charge 了过后 再飞去 Benang 然后到了那边拍摄完 再回来我又要先 Plan 好 回到 KL 可能我第二天 看有 Wedding 我可能又要去 JB 我就跑这样跑 它的消耗我的时间会比较多 我没有办法就是马上做马上游 因为我们 Production 可能比较争取的是 就是我去到那边 我做完我可能就要飞去另外一个地方 如果我中间刚好没有油的话 这样我就会变成很麻烦 我就必须去思考 尤其是好像我去到那个 Station 它的 Plug 都给人拿完了 这样我就完全 你还要在等 我还要在等 可是打油就不应 打油前面有的话 可能等个五分钟 十分钟 对 就是它真的在塞的话 我三十分钟就一定可以走了 可是 EV 不能 而且 EV 我感觉就是 我每天晚上 我必须提醒我自己去 Charge 店 就是我到我家 我就需要下去楼下那边 Charge 收 Charge 要明天早上起来再拿 因为 Fast Charge 很贵 对 Fast Charge 现在 看 Brand 有一些 Fast Charge 它是算一度电倒钱 现在 Fast Charge 的话 如果是 我没有记错的话 50kW 的 Fast Charge 一个 一个 KW 应该是在一块半到两块左右 其实跟打油差不多 只是差异在 你打油就是 挣插进去 按 打满足 那个你要等 这样我们的话题回到一开始啦 就很多人会讲到买这个 Hybrid 啦 我会怕它的电击坏啦 还是它的电磁坏啦 你这样高强度的使用它 你会不会怕它电磁坏 Honda 给我的心情还蛮好的 因为它是五年还是 100k 是 Free 的 Service 就是它把我把完所以我认定嘛 电池是半年 电池是半年 Unlimited Mourash 对 所以其实八年 我相信八年后我应该换车了 我应该换车了啦那时候 而且八年后就算 Battery Touchwood 真的坏了啦 我相信我换的时候它的那个价钱已经我赚回来了了 因为你是长期用的人 对 它给我的感觉已经是 可能换电池可能就十几千 二十千这样 可是我换的那一颗我基本上已经在 省油啊 省事件啊 跟它舒服上我已经赚回来了了 这样我觉得那个 Payment 是值得啦 Tally 的 我觉得电池应该没有这样贵啦 我印象中那个电池应该是五千八千左右啦 这样更加值得啦 因为我车就像我讲的 我买 Hybrid 的时候 我每个月省油的钱 跟我拿到的东西 我 package 拿到的东西 每个月省百多两百块这样子啊 对 它 Tally Up 回来 可能我就是原本价钱买那样的车 就是没有扣了 而且重点是你本来都有计划换两大辆的车 这一个省油是一个 Extra 的东西 对 我当初真的没有想到 Hybrid 省油的程度 是不同车 油车的一倍 因为它的油 Tank 也没有很大 就是 我大概多少 70 块 大概 30 多L 对 30 多L 罢了 我 Myvi 50 多块 就是它大了 大概 30% 10 多L 这样子啊 这样子的情况下它的 Performance 是 Double Up 就是 400 到大概 800 多一倍 那它感觉给我是很 Wow 了 其实就是 可以不讲就是省了那个打油的时间 其实你也更多东西 虽然讲打油很快啦 但是你也可能可以 skip 掉一些麻烦的情况 有时候就变成了 我大概大概懂 我好像 OK 我现在去 Binan 大概可能 400 多 km 400 多 km 回到来 我现在看看可能需要打一桶油 我之前可能去到 Binan 就开始准备打油了 因为我是乙保人 我经常会乙保来回 我现在是可以 KL 我家出发 去到乙保再回来 可能刚好过半桶的了 尤其是我在车 路上的时候我直接开 Cruise Control 跟车 我就是很 Steady 的 给它加可能百亿 它就很省油 你看到它马里就更加上了 可能会到 900 km OK 我觉得你应该分享的东西 你应该都跟我们的观众分享啦 这样子我最后想问一下 如果是对于在考虑 Hybrid Toyota 也好 还是未来 Nissan 也好 还是未来 Proton 也好 还是 Honda 也好 你会给它们什么建议 我会建议接下来买车的话 Suggestion 我还是偏向买 Hybrid 的 因为一 省油 二 容易打油 然后三 你不用去烦 就是家里有没有电桩啊 我需不需要买电桩啊 然后我需不需要 Plan 我的行程 我觉得 EV 最麻烦的想法就是行程 我需要 Plan 完所有东西 而 Hybrid 的好处在于 比油车的好处就在于它很省油 而且它有电的时候你会 Feel 到 很 Smooth 对 你会 Feel 到你是驾在另外一辆车 你会同时好像有两种车在切换车一样 So 它给我一种就是诚信的 Experience at least for 它会在两个中间咯 就是电车跟油车的中间有一个平衡点 它会让我愿意去花那个钱 就是好像如果我现在辆换车的话 我还是会换个 Hybrid at least for 接下来五年啦 Sum Ok 好 这样子不知道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大家满不满意咧 如果你们有什么看法 或者是你们也是 Hybrid 车族 你们想分享你们的看法的话 也可以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啦 如果是大家 屏幕前有什么网红要拍的东西 可以找他一下 谢谢 那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Ok 拜拜 餐� exposing jornal